頂著一頭秀麗短髮出席新醫學技術 發表記者會 臺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 癲癟科主任尤森玉 也是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必勝的妻子 這是他在婚姻風波後 首度露面 一到現場就笑臉嬰人 忙著跟記者們打招呼 分享他的研究 這個是我們臺灣自治的 臺灣自己開發出來的東西 那他其实非常的创新 讲述团队能使用全新的低强度聚焦式 抽因博脉冲技术阻断大脑特定区域的 神经传导讯号 比起过去的侵入式手术 免开刀治疗时间短 也没有损伤脑部的风险 但除了研究成果 大家更关心他对网指挥官的表现 给予什么评价 我那个时间都有在门诊 所以我是跟大家一样就是 也是看也会看新闻 也会看一些资讯 这个我请李大夫 以医生的角度回答一下 你觉得呢 被问到丈夫的表现 就想请别人代答 毕竟夫妻俩的婚姻 因为第三者出现危机 去年才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事件过去快要一年 夫妻俩生活似乎渐渐恢复正常 但也都忙于工作 就是跟以前都一样吧 大概就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场合 我还是尽量能够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 私人的领域有点兴趣 我们大概很少讨论公事 他有给你什么意见吗 没有耶 与王必胜指挥官的交流 似乎有点平淡 两人心结到底解开没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明了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